有由北京出發的同班 原本在午夜之前抵港 因為延遲起飛 全部乘客最終都要強制隔離 而在深圳灣口岸 過關離香港的車大排長龍 不同口岸都有人 趁措施生效之前提早來香港 陳慧欣報道 一到步他們就收到隔離令 人算不如天算 原本在措施生效之前半個小時抵港 班機遲了 全部人要強制隔離 他們就都是回家隔離 可以在線去工作了 我覺得這應該沒有問題 我們要有這種素質和自覺性 我覺得政府強制是一個手段 但是沒有必要把大家像犯人似的 給你弄一個鎖链 或者說一個電子手環 時刻監控著 我覺得隔離也是有必要的 反正無所謂 因為有小朋友在這邊 所以我覺得還好吧 晚上深圳灣口岸附近 長長車龍排隊等過關來香港 走著又停著 同一個畫面 蕭祖已經看到 趕回香港的人說不想被停車 隔離14天 本身是沒有那麼快的 他3月2號上學而已 所以現在他不斷說 就跟著簽翻 他12點前 越夜就越多人了 剛才過來都失了整個小時 日內地旅客就說 不知道會有強制檢疫 想過來玩一下吧 你們這樣的措施肯定不會再來了 在港珠澳大橋 不見過境來香港的人 明顯增多 有人在珠海找完女朋友之後 在措施生效之前半個小時 趕得及回香港傳機 你是不是很開心回來香港 境內不用? 很心情 很舒服 很舒服 因為我過了12點 我會在香港放我在早點 或者家裡放一個措施在我的腳 他們放一個措施在我 然後他們會讓我外面 他下一站是英國 有線美斯基就是一層慧欣報道 一上掌握 有線新聞